22年筑块财管 零基础先修班 我们继续 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学习了财管的本质 财管的目标 那我们知道了 财管呀 就是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而所做出的一种事前决策 这些决策呢 包括了筹资决策 投资决策 还有日常的营运资本的管理 以及收益分配的决策 那要有决策 就需要有决策的基础 那决策的基础 有货币时间价值 风险 成本 另外呢 还有陈老师加进来的一个 会计原理的一些知识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学财管的主要模块 筹资投资 营运资本管理和收益分配之前 我们先来把几个财管的基础 先了解了解 好 所以接下来啊 财管基础的第一项内容 货币时间价值 那货币时间价值 在财管教材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那如果折线的原理 也就是货币时间价值的相关知识点 不懂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 诸多个重要章节 所以也许这一章 在试卷上的分值并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后续的大分值章节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考虑间接分值的话 那搞货币时间价值的分值 在试卷当中就非常高了 所以呢 希望同学们啊 这部分知识 一定要啊 把它掌握牢靠了 那如果这部分知识 掌握的不牢 那就反复的啊 去听去练 一定很熟悉了 然后再去进行后续的 跟利用该基础 所进行的决策的 那些章节的一个学习啊 所以也是希望同学们啊 在先修班当中 先把货币时间价值啊 是个怎样的概念啊 它折线原理是怎么回事啊 先把它要啊把握住 那我们基础班呢 会学习的更详细 以及更全面啊 好 在零基础先修啊 货币时间价值这一讲里面 我们啊 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先知道一下啊 货币时间价值的有关概念啊 接着负利终止和限制 年金终止和限制 在这两个标题当中 一个是负利终止限制 一个是年金终止限制 从本质上来讲 负利终止限制 讲的就是一笔资金啊 我们从零时点计算 它运动了啊 若干时间以后的本利盒 或者未来 这个一个时点上的某一笔资金啊 折合成现在的价值 所以负利终止限制 解决的是一笔资金啊 这个从前往后算 从后往前算的一个换算问题 而年金终止和限制的年金 年金呢 是一系列等额收付的款项 不是一笔钱了 是若干比相等的款项 我们来算算它的终止和限制 另外啊 限制呢 我专门标黄了 在货币时间价值当中 折线的啊 把握要比算中值来讲更重要 因为我们后面决策 主要是利用限制的概念的 那么接着说年金啊 根据支付时间的不同 可以分为普通年金 预付年金 低延年金和永续年金 那不同的年金呢 在算中值限制的时候 我们也有啊 各自的方法 也是我们在这个先修班当中啊 也要给同学们讲到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看货币时间价值的含义啊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 没有风险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的价值 在这个概念当中 首先有两个要点啊 一定时间投资和再投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把这两个要点说说啊 货币时间价值就是 货币啊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的一种啊 增值 但是这种增值呢 要是经过投资和再投资 也就是要在周转使用中 好 我们来说说这两个要点 一个是一定时间 讲两个故事哈 一个故事是 小女孩到瓜田里面去买西瓜 说老板啊 这个西瓜多少钱啊 老板说小西瓜一块 大西瓜五块 小女孩拿出来一块钱 说买个小西瓜 老板说好的 准备拿剪子去给她剪的时候呢 小女孩说了一句话说别动 我过几天再来拿 那过几天 小西瓜就会变成大西瓜 其实一块钱也就变成五块钱 但是当下这一秒钟 那西瓜也不会有变化的 所以资金也是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才会有一个增值啊 如果你这一秒存到银行 马上取出来 它是没有任何利息的啊 那么再讲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讲的是信徒 见上帝 说上帝啊 这个一亿元 在您眼里是什么呢 上帝说就一块钱吧 那信徒说那一亿年啊 对您来说是什么呢 上帝说也就一秒钟吧 信徒说上帝啊求求你了 啊你给我一块钱吧 啊上帝说行啊 你就等一秒钟吧 然后这是个段子 我通过这个段子 是想跟同学们说 一秒钟的一块钱 就是现在的限制 那一亿年以后的一亿元呢 就是终止 那要想让一块钱变成一亿元 要经过一亿年的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货币才会产生价值量的增量啊 这是一定的时间 投资再投资是什么意思呢 讲的就是货币一定要在周转使用中 才会产生这个价值量的增量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 就像我现在截图截的这个新闻一样 这个楚师傅说 哎呀我光想扇自己的脸呀 他好不容易攒了点钱 他就埋在了他们家后院的墙底下 钱就埋到这 过一段时间想又拿出来 都发霉了 他说我想老了 干不动了再花呀 都哭了啊 结果都腐蚀了 发霉了 送到银行也没有办法修复了 所以呢这种资金 你就经过再长的时间 它也不会有货币时间价值的 因为它没有参与周转使用 也就是我们说的投资再投资 只有在周转使用中的资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产生价值量的增量 那有同学就会说 怎么就叫投资再投资啊 怎么就参与周转使用了 我说你买股票呀 创业呀 或者最不济 你把钱存在银行里 那别人会用你的钱去投资 去创业去办工厂的 也就是我把最低要求存银行 也就参与了整个社会的周转和分配 所以这是两个要点 接下来啊 一个前提 货币时间价值呢是指没有风险 也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 经过一段时间周转使用 而产生的价值量的一种增量 另外还有两个表示 货币时间价值 有绝对数表示单位是原 还有相对数表示 也就是百分号 也就是增加的价值 占投入货币的百分比 好那我们来解释解释啊 同学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式在财务管理当中 非常重要 它就像一个核心公式 裸体公式啊 在后续章节 摇身一变会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出来的 但是再穿什么衣服 它本质都是这个啊 这里讲利率 这里不是银行某投资产品的利率 讲的就是一个代率的词 那么在后续章节 可以是必要报酬率 投资回报率 折现率 资本成本率 其实呢 都是核心利率的这个公式所计算出来的 这个利率等于什么呢 等于纯利率 加上通货膨胀补偿率 再加上风险收益率 这个纯利率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货币时间价值 我们也不考虑通胀 也不考虑啊 风险回报 只要这个资金啊 经过一段时间啊 在周转使用中 经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产生价值量的增量 所以货币时间价值 就是我们说的纯利率啊 一定时间周转使用中 资金产生的价值的一种增值 那么利率 我们刚才说资本成本率啊 必要报酬率啊 投资报酬率啊 在这个货币时间价值的基础上 还要加通货膨胀补偿率 那什么是通货膨胀呢 说个大白话 那就是钱印的太多了 钱就不值钱了 前苏联时期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候 有一个老大妈推着 一个手推车的钱 为的是买一个面包 像物价都长成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时候路上跳出来两个劫匪 大妈说求求你们啊 不要把我的钱抢走 这么重 我好不容易退过来 就是为了买面包呀 劫匪二话不说 把钱倒在地上 就把那个车劫走了 所以在通货膨胀 时期储备物比储备钱 是一种更理智的选择 曾经在上课的时候 我跟同学们分享了 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的图片 然后妻子问丈夫 什么是通货膨胀啊 丈夫说你看啊 通货膨胀就好像曾经的你 三维呢 是这个 三三十六 二十三十六 然后现在你的三维 是四十八四十四十八 你的尺寸比原来更大了 但是你却不如原来值钱了 这叫通俗经济学 然后我上课分享了这个故事 下课以后 有同学在我微博上留言 说老师 要是我老婆这么问 我这么答 你说我会是什么下场呢 回忆时没有想到怎么回答 另外一个同学 回复他的评论说 你老婆会把你打成通货膨胀的 把你打肿了 你看起来是不是原来大了 但是你也不如原来值钱了 那么通货膨胀补偿率 为什么要加在这个利率上呢 你看啊 比如说 我们把钱啊 一百块钱 如果呢 假设啊 存一年是一百零三块 放在银行里 假如现在呢 这一百块钱 能买一个一百块钱的水杯 一年以后呢 这个水杯呢变成一百零六块了 因为有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 所以如果把钱放在银行 这就叫负利率 就银行的利率 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所以我们投资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 现在的一百去投资啊 我将来能够得到一百零九元 然后其中六元 我们简单来讲啊 就弥补通货膨胀物价的上涨 然后另外呢 我还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增值 所以我投资 总是希望能够弥补通胀的 所以呢 利率当中是包含了 通货膨胀的补偿率的 那么纯利率和通货膨胀补偿率 合起来叫无风险收益率 所以在这儿也跟同学们说 通货膨胀不能叫风险 风险啊 不能叫这个系统风险的范畴 它是属于无风险利率的 系统风险就是你不管怎么想办法 也无法回避掉的风险 但通货膨胀啊 我们通过选择合适的品种 是能够啊 或者说叫抵御通胀的 所以通货膨胀和纯利率 合起来叫无风险收益率 在考题当中 我们往往用短期国债啊 来表示无风险利率啊 为什么用短期国债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 什么是风险收益率 风险收益率就是因为冒险 而要求的额外的补偿 比如说你把钱存在银行里 和你买股票 你哪个要求的利率高 一定是买股票希望的回报率更高 因为买股票有风险嘛 所以这个风险呢 又分为期限性流动性和违约性 期限性啊 夜长梦多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买一个 这个五年期的定期存款的这个产品 或者就是我直接存五年期 和活期来比哪个利率高呀 那期限越长 风险越大 你买了个五年定期 但是中途利率会有变化 也许你就失去了这种利率变化的收益 所以它是有风险的 风险越高 那就希望说这个长期产品 利率高一点来弥补啊 这种预期 所以呢期限越长要求的回报 应该是越高才对 所以越长的投资比短的投资啊 回报高 也是因为这里面有期限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的意思就是 流动性越 越低的 那风险越大 理应要求的回报会越高 所以这是因为 失去了流动性的这个风险 然后要求所获得的一种回报 首先先解释一个 什么叫流动性 流动性呢 就是不丧失价值而变现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股票 流动性好 你在资本市场上可以变现 房子房产流动性就不好 它卖掉的这个时间啊 等等都会比你卖股票呢 要长多了 它不容易变现 有人说容易 我家的房子 我要卖 我第二天就卖了 可不嘛 原来一千万的房子 你一百万卖 那大家都抢一秒钟就卖掉了 这个价值损失太大了 这不能叫流动性好 所以流动性 就是讲说不损失价值 而能变现的一种能力 那流动性越差的 风险越高 要求的回报越高 比如说这个开放式基金 和封闭式基金 如果这两个基金让你买 你希望哪个基金的 收益率高呢 那流动性的 我随时可以卖 随时可以变现 但是封闭型的 我在封闭期间 是不能够变现的 所以你会要求的回报 会更高一些 然后接下来 违约性风险 收益率 你比如说一个优质债券 和一个垃圾债券 你要投资的话 你希望哪个回报高啊 那你肯定是希望 如果非要让你买垃圾 你本来不愿意买 那非要让你买 你一定是很高的回报 你才愿意 你比如说 陈老师现在 跟你借十万块钱 然后呢 我按照百分之五 现在大概 理财的一个利率 我给你利率吧 然后借你十万块钱 陈老师信用良好啊 违约的风险是比较低 我有稳定的工作 所以百分之五嘛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啊 有一个人 名声也不太好 借了好多钱嘛 也都不还 然后这个人 也来跟你借十万 如果也给你百分之五的利率 你愿意借给他吗 那你肯定不愿意借给他 因为他违约性高 但是这人说了 我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利率 你就会心动了 因为毕竟我借给他钱 这白紫黑资 是有合同的 虽然我冒了险 但是他真的还我 必须按纸上来 是要按百分之三十的收益还我 所以违约性风险越高 要求的回报会越高 那么现在说啊 利率是纯利率 加通货膨胀补偿率 再加上风险收益率 刚才说 为什么短期国债 代表无风险利率呢 首先短期国债的这个短 就回避了期限性风险 回避了流动性风险 国债你是可以在市场上卖掉的吧 所以没有期限性 没有流动性风险 另外呢 短期国债这个国 就回避了违约性风险了 因为认为国家是不会违约的 企业呀 发了个债券 有可能违约企业破产了 就还不了你了 那么我们是从原理上讲啊 依据螺丝版的公司理财当中 有一句原文 就国债为什么不会违约 因为呢 国家可以通过收税的方法 然后来还债啊 所以国家永远不会还不了债的 这是从理论上讲啊 现实当中这个 国债违约的也有啊 其他国家什么 什么意大利 曾经发生了这个 国债的危机无法偿还的 这种现象啊 所以当然我们从理论上讲啊 国债就没有违约性了 所以我们用短期国债代表 无风险利率 那我们把利率的这个 基本公式掌握住了以后 你看再看纯利率 纯利率是什么 如果这个利率代表的是 社会平均的资金利润率的话 那么纯利率就是啊 扣除通胀 扣除风险 无风险 无通胀的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 的一个概念 好了 然后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 呃 或者叫含义 我们知道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学习和货币时间价值 呃 范畴内啊 相关的一些概念 第一个叫中值 第二个叫限值 中值呢 也叫将来值啊 终点的价值是 现在一定量的资金 在未来某个时点上的价值啊 俗称是本利和啊 本金通过时间的推移 会产生利息嘛 那将来的本利和是多少呢 叫中值 用F表示 限值顾名思义 现在的价值啊 未来某一时点上的资金 折合到现在的价值 我们俗称本金啊 用P来表示 所以接下来呢 啊 同学们把握几个啊 我们采管当中 货币时间价值原理当中的 约定俗称的字母 那中值 不管是 Final Value最终的价值 还是Future Value 就是将来的价值 啊 英文的首字母都是F 啊 所以在采管当中 我们用F来表示啊 中值 那有些书上呢 也是写FV啊 有些教材 那我们这里就用F来表示啊 F表示中值 注意哈 在不同的章节 字母表示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用的其实是 不同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啊 在后续章节的话 那我们固定成本 可能也会用 呃 F来表示的哈 F会表示固定成本啊 啊 好啊 第二个概念限值啊 英文单词 现在的价值 所以首字母是P啊 现在的价值 所以用大写字母P来表示啊 同样呢 后续章节 可能我们会看到价格 Price啊 价格呢 也是表示P的啊 然后期权里面呢 还有Put Option啊 这个看跌期权 也是用P来表示的 这不同的章节字母 含义不同啊 同学们要带入 学会带入啊 然后年金的英文单词 首字母是A 所以我们用A来表示年金 接下来要注意了哈 呃 大写的I表示利息 小写的I表示利率 好 接着呢 Number 首字母是N N来表示七数 所以后面这些简写的啊 字母呢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和概念的对应关系 啊 有同学给我留言 老师 采管咱们能不能别讲英文 别讲字母 不能啊 因为呢 书上就会用这些字母 呃 来表示一些 呃 后续我们看到的系数呀 等等 你是必须要掌握的 不能够回避啊 好 那么中值限制的概念有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计息方式 那计息方式有两种 一个叫单利计息 一个叫负利计息 单利计息就是只对本金计算利息啊 利息不再参与后续利息的计算啊 比如说到期一次还本的 债券的利息的计算 啊 债券面值100元 票面利率15%年期 那接下来每年的利息都是10元啊 一共有5个10元 那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那就是100的本金和5个10块钱的利息啊 这就叫单利计息 每一期的利息都是根据最初的本金来计算啊 上期的利息不构成下期利息计算的基础 那什么是负利计息呢 负利计息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啊 上期末的本利盒形成了下期的本金啊 每一期在算利息的时候都是根据啊 期初的本利盒来进行计算的 也就是每一个计息期要将该息的利息加入本金 再来计算利息逐期滚动 也叫利滚利啊 那么呃 除了利滚利你还知道什么说法表示负利计息吗 还有一种说法叫驴打滚啊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吗 啊 它并不是跟驴这个动物直接相关 是间接相关的哈 直接相关的是北京的一种小吃叫驴打滚 那据说这种小吃的做法呢 就是这个糖馅扔在豆面里面滚啊 就像我们滚汤圆一样越滚越大嘛 就代表这种利滚利的感觉哈 那为什么这种吃的叫驴打滚呢 说这个红糖馅啊黑乎乎的啊 扔在豆面里面 然后这个面呢就有点飞扬起来了 人们在炕头上正在做这种食物的时候 他们家驴呀下班回来了 然后这驴呀忙了一天啊 这个拉末很累 回到驴圈里以后躺在驴圈的地上就打滚啊 自我按摩放松一下 然后也是黑乎乎的 在驴圈里一躺 然后这个驴圈里面尘土飞扬 就很像这个食物啊制作的这个样子 所以人们把这个食物叫驴打滚啊 食物是源自于动物驴打滚 然后呢我们讲的这个利滚利又是源自于北京的这种小吃的哈 总之就是上年的本利盒形成了下年的本金 那同学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计算啊 像到期次还本付息债券啊 那么算利息是单利的 但是在财务管理的决策当中啊 我们都是用复利计息的啊 都是按照复利的原理来进行决策的 呃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说复利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拿一张纸啊 让你对折 你说你能折多少次呢 其实也折不了多少次哈 呃有一个呃故事呃讲的是农夫和国王打赌 然后说农夫说如果我赌赢了 你看这个棋盘上一共64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麦子 第二个格子放前一个格子的呃两倍就放两粒 然后四粒八粒十六粒 国王说没问题啊 结果独王赌输了 赌输了给他放呗 不就放麦子吗 最后发现国库都不够哈 这就是一种复利的一种力量 那在这里呢 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个小知识 叫七十二法则 是指呢啊 百分之一复利计息 七十二年以后啊 本金会翻倍的一个规律 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投资报酬率是百分之五 那七十二除以五等于十四点四 也就是十四点四年本金啊 就能翻一倍 那如果是百分之十二的一个投资工具呢 啊七十二除以十二 那么本金翻倍的时间呢 大概是六年左右啊 好下面呢 那我们来看看单利计息和富利计息的一个区别 来看一下例题 有人呢 在2021年1月1号购买了同日发行的一个五年期的国库券 面值一千元 票面利率百分之十二 单利计息到其一次还本复息 假设呢 折线率是百分之十 请问国库券在购买日的价值 那此时啊 是2021年的1月1日啊 你就想有个小人站在2021年的1月1日 他一旦买了这个国债啊 他买国债呢 是花一千元 他能得到什么呢 在接下来啊 零十点什么也没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在第五年的时候 他能够得到啊 买国债本金要偿还他吧 有一千 另外呢 就是单利计算出的五笔利息啊 每年的利息都是一千乘以百分之十二 一共有五笔 所以在五年之后 他能够得到的一个中值 就是啊 本金以及单利计算的利息 那五年以后有一笔资金啊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好 然后我要乘以啊 没关系 没学没有关系 我们是讲讲单利和负利的一个区别 乘以的这叫五七的利率为百分之十的负利限制系数 也就是相当于五年后的这笔钱啊 这笔钱假如是在分子上的 那分五呢 其实就是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五次方 我们倒过来来看 那就现在的钱乘以一加上百分之十的五次方 然后等于将来的那笔钱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将来的钱了 所以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五次方来算算啊 现在是多少钱 所以未来的现金流确定好了 按照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率啊 投资者是希望得到百分之十的收益的 百分之十的含义是什么呢 复利计息 我要投五年平均每年的收益率啊 复利计息下折线率百分之十的含义就是 以这道的立体为例 投资者呢 要投资五年的时间 平均每年得到的回报率是百分之十啊 所以呢 比如说零食店有一块钱 那平均每年都是百分之十 那一年以后多少钱呀 一乘以一加百分之十 好 然后呢 一年末的钱有了 那二年末有多少钱呀 一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二次方 每年都会得到百分之十的收益 都是在上年的本利盒的基础上来计算的 所以知道中值 然后呢 折线 然后算出来呢 就这笔国债啊 将来按面值偿付我本金 五年单利算出来 利息打包 将来在五年后也要还我 我按照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去算的话 这个债券的价值是993.48 于是投资者就想啊 这债券买不买呀 其实你想想 如果债券的价格啊 是993.48以下 那投资者肯定买啊 因为买到便宜货了物超所值啊 那如果呢 价格定到993.48以上 说明卖贵了啊 你要买的话 得不到百分之十的年均回报率 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啊 债券算利息是单利即息 而价值评估啊 也就是评估一下这个债券的价值的时候呢 用的是复利原理啊 这是单利和复利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本讲的第一部分啊 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呢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复利中值和限值啊 就一笔资金 怎么算中值 怎么算限值 先学会 我们再来算一系列等额收付的款项 该如何算中值和限值 好 复利中值和限值啊 先来看复利中值 我们现在把单利就扔一边了啊 复利原理来看啊 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 那复利中值的含义就是 现在啊 零时点的特定资金 按照复利的啊 计息方法 折算到将来啊 某一时点的价值 或者说呢 现在一定的本金 在将来的时间 按复利计算出的本利盒 我们来看立体二啊 假如呢 有个企业有8万块钱存在银行里 存款的利率是5% 存一年 那一年以后的本利盒是多少呀 同学不学财管 生活经验也会 8万乘以1加5% 等于8万4千元 如果这8万4呀 我们不拿走 还放在银行里面 第二年的本利盒是多少啦 那就8万4再乘以1加5% 也就是8万乘以1加5%的二次方 计算出88200 这个88200呀 我还不拿出来 我再存一年 那就是88200再乘以1加5% 也就是8万乘以1加5% 是一年末的本利盒 再乘以1加5% 是二年后的本利盒 再乘以1加5% 是三年以后的本利盒 好 我们就能够按照规律 得出结论了 那N年以后的本利盒是多少呢 F等于P乘以1加5%的N次方 好 现在负力中值计算 我们就找到公式了 N年以后的中值F 就等于零时点的限值P乘以1加5%的N次方 现在1加5%的N次方叫做负力中值系数 负力中值系数 那么在财务管理当中 我们一般可以把它表示为 这个括号的方式 这个括号的方式怎么理解呢 同学们记住一句话 所有的资金时间价值问题 都是知三求四的 你不要看P分之F 不要这么看 你把这个括号里面呀 这个斜线就当成是一条分隔线 那斜线后面的三个是已知的 我已知限值 已知利率 已知悉数 然后呢 我去求中值 所以叫一元的负力的中值系数 那么这个系数是可以查表的 然后怎么查表呢 比如说下面这有个一元负力中值系数表 我问你啊 现在有一块钱 这个系数表都是以一块钱为单位的 我现在有一块钱 我一下要存五年 如果每年的利率都是8% 每年都是8% 五年以后这一块钱将变成多少钱了呢 五年期的利率为8%的 负力中值系数是1.4693 我知道现在的一块钱 如果利率是8%的话 五年以后会变成1.4693元 好 那我接着问你 我现在有35824块9毛3 如果我存五年 每年利率8% 会变成多少钱呢 所以系数表里查到的是系数 用我刚才说的那串 我也没法在复数跟它一样的那个数字 我们去乘以系数 就可以算出刚才那笔资金 零时点那笔资金 五年以后将变成多少钱 在将来的计考当中 是有系数表可供查的 但是呢 我现在要强调请同学们 背会一加爱的N四方这个公式 这是负力中值系数的公式 也就是说我不查表了 现在呢 刚才那笔钱 比如说3782块 从说37823.35元 利率为8% 然后我放五年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查表 然后你会算吗 会呀 这不就拿计算器算吗 1.08的五次方吗 那我要求你要背会一加爱的N四方 因为有用的啊 好 有啥用 等会儿说 我们现在呢 负力中值 原理学完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某人将1万元存入银行 年利率4% 但是是半年计息一次的 那也就是半年 我按照2%来计算一次利息 就100万存在银行里 每半年结息一次 银行都有这种产品的 还有按星期去计息一次的 那按照复利计算的话 五年以后的本利盒是多少呢 那半年计息一次 五年就是计息了十次 也就是利滚利了 复利了十次 每次按照2%来计息的 所以五年以后的本利盒 那就是限值100乘以 好 现在问题来了啊 这个东西怎么捏呢 有的同学会写不会念啊 跟着我一起念一遍 要倒着念 这叫十七的 利率为2%的 复利中值系数啊 是知道限值求中值的啊 斜线前面是要求的东西 好 你把它算出来就好了 或者呢 我们不用系数的表示方式 直接用100乘以 1加2%的十次方啊 去求解 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让大家备会公式呢 备会公式特别的主动 如果利率不是整数的 你查表你就查不到 查不到了 有同学说 哎呀是不是要用差值法来算算系数 然后再来算这个货币时间价值 没有必要 你用计算器自己会算的呀 比如说呢 我现在让你算一下啊 利率是 百分之三点五 然后呢 复利十次 一块钱会变成多少钱呀 好 我拿计算器算 1加百分之三点五的十次方就好了 那计算器怎么算呢 你看1加上百分之三点五 不就是1点零三五吗 1点零三五撬好以后 然后你找 X的Y次方这个键 你按一下 然后呢 Y有可能要需要你加括号 也有可能不加 你就写个十就好了 然后就把它求出来了 所以呢 计算器乘高次方 同学们也要会 自己拿计算器练习一下 好 再比如说 让你拿计算器算一下 利率是百分之三点五 然后五点五年以后 一块钱会变成多少钱呢 那就1点零三五的五点五次方嘛 所以要学会计算器来应对 计算器计算来应对什么 利率不是整数 或者期数不是整数的时候的 中值的计算 那系数算出来了 不管多少钱 去乘以这个系数就可以了 好 这是罗斯的理财经要第十二版当中的一个图 横轴是时间 重轴是中值 也就是现在有一块钱 在五年以后 如果利率是零的话 那它还是一块钱 随着利率的增加 这个五年以后的一块钱的价值也是越来越高的 就利率越高 一块钱的中值呢就会越大 当然这也好理解呀 这利息给的越多 那将来的本利盒就会越高哈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负利限值 负利限值呢是未来一时点的特定资金 按照负利计算的方法 折算到现在的价值 或者说呀 为了将来得到那个本利盒 你现在需要多少本金呢 那么我们刚才知道P求F是会的 F等于P乘以一加I的N次方 刚才是知道P不知道F 那现在已经知道F本利盒了 反求P 同学们会不会呀 会的 那求P怎么求啊 P就等于F乘以一加I的负N次方 也就是P等于F除以一加I的N次方 也不就是F乘以一加I的负N次方吗 那么一加I的负N次方 这叫负利限值系数 同样要求同学们 这个公式要备会 我拿计算器很主动 我可以算任何利率和时间的 负利限值系数 而不要受制于资金时间价值系数表 那一加I的负N次方 我们也可以用符号来表示 括号表示系数 斜线后面的是知道的三样东西 知道中值 知道利率 知道期数 然后求的是什么呀 求的是限制 所有的资金时间价值问题 都是知三 求四的 所以P就等于F乘以 这个东西要倒着念 N7的利率为I的负利限值系数 同样也能查表 来同学们再跟着我查一下 假如利率是9% 利率是9% 假如呢 三年以三年后 我需要有一块钱 我需要得到一块钱 如果利率是9%的话 那相当于现在 我要存多少钱进去呢 或者说 如果折线率是9% 三年后的一块钱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0.7722 也就是0.7722 乘以1加9%的三次方 刚好等于1 这是未来的一块钱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在不同利率和 期数对应下的 一个数值 所以叫1元负利限值系数表 那同样的我就说啊 我有47893块1毛5 我三年以后的这个钱 如果利率是9%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你去乘以系数就好了 所以系数的作用就在于此 是以1块钱为单位 来算中值算限值的 叫系数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某人在5年以后 会得到本利和100元 假如呢 存款利率是4% 按照复利计息 现在要存多少钱呢 将来有100 利率是4% 每年计息一次 这叫 这个复利的原理 按照年来进行 复利和计息的 平均每年的利率4%的话 那现在要存多少钱呢 那是知道中值 要求限值 所以利用的叫 复利限值系数 这个系数呢 要会倒着念 这叫57的利率为 4%的复利限值系数 好 查查表 查出来 0.8219 乘以100 计算出 现在的82.19 如果利率是4%的话 复利计息 5年以后是100万 当然呢 我也可以不用 系数表示的方式 我也不查表 我自己拿计算器算 那就100乘以 1加4%的 负5次方 或者100除以 1加4%的 5次方 那也能算出来 82.19 就算写成这个样子 你也认识 这是57的利率为 4%的 复利限值系数 你边听课 可以跟着我边念 念熟了 这东西就是你的了 你不跟着我念 总是我念的话 这东西就一直是我的 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自己嘴里念到念到 然后也就熟悉了 好 同样扩展 我说我们要 汇备公式 不受制于系数表 那比如说 利率3.5% 10年以后的一块钱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那就1加3.5%的 负10次方 然后那你也用 x的y键 然后用这个键的时候 y要加个括号 因为是负10 另外呢 再来算一算 1.035的 负的5.5次方 你也要会算 或者呢 我就算1.035的 5.5次方 求这个导数 x分之一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要学会用 计算器 自己来计算 资金时间价值系数 你会变得更自由啊 好 我们看 螺丝版的理财金 要12版 有这么一张图啊 这张图呢 讲的就是 如果中值是1块钱 然后 5年以后 有一块钱 那相当于 现在的多少钱呢 那在 不同的利率下 随着利率的增加 限值 是越小的 那显然是这样 利率越高 我现在用更少的钱 将来就能变成 1块钱啊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啊 负利中值 负利限值 是互为逆运算的 负利中值系数 1加i的n次方 和负利限值系数 1加i的n次方分之1 是互为倒数的 这里的负利中值F 和负利限值P 是互为逆运算的 因为F等于P 乘以1加i的n次方 所以你要知道 谁和谁互为逆运算 谁和谁互为倒数 有同学会说 负利中值 负利限值互为倒数 不是的 这F和P不是互为倒数 你说这个1点几和1 怎么是互为倒数的关系 它俩是逆运算的关系 但系数之间 是互为倒数的 那么我们由中值 算限值用的这个利率 通常呢 在实物当中 我们也称之为 叫折限率 来思考一下 中值跟限值的差额 是利息 那么由限值 算中值的含义是什么 由中值算限值的含义 是什么呀 好答案就是中值就是本利和 限值就是本金 二者的差额是利息 那现在呢 我要强调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注意事项 不仅是学货币时间价值 就是学后续章节 规划项目的现金流等等 你都必须给我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呢 我希望你自己写个笔记 养成好习惯 画时间轴 你写一遍 真的就记住了 你不写 将来不画时间轴 可能有些题目 你就处理失误了 所以一定要记着 我说的这句话 养成好习惯 画时间轴 比如说呢 我画好一个时间轴了 从零开始画起 记住 小人是站在零时点的 站在现在 零就表示现在 那么画好时间轴以后 我现在问个问题 我们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标好 那四年初是ABC上的哪个点呢 你可以先想想 四年初是ABC的哪个点呢 是A还是B呢 好 那揭晓答案啊 四年初啊 讲的是A这个时间点 所以接下来呢 我给同学们念念 时间轴上的 这些数字的含义 零表示现在 也叫一年初 看到一以后呢 这叫一年末二年初 数字二呢 讲的是二年末三年初 数字三 三年末四年初 数字四呢 是四年末五年初 所以你看到数字几啊 时间轴从零开始标起的话 看到数字几 就表示几年末 那这一年的上一年末 就叫做本年初啊 所以年初年末 要搞清楚 那另外时间轴 一画好以后啊 注意从零时点画箭头向右 画好时间轴 也能帮助我们 判断资金时间价值啊 在求解的时候应该是求什么 比如说我问同学们啊 十年前有笔资金 我想算到现在 这是算终止还是算限值啊 十年前有笔资金 算到现在 算终止算限值啊 不思考的同学 就会脱口而出 算限值啊 因为算到现在的价值 限值的概念 不就是现在的价值吗 那你就错了啊 那么十年前的一笔资金 到现在 那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运动以后 到现在的本利核 这是算终止的一个过程 啊 然后我们说啊 现在的价值 现在的价值 那讲的是未来的资金 折合成现在了 我们才叫限值的 所以呢 时间轴画好以后 你就知道了 从时间轴的左边 往右边求 从前面啊 经过一段运动 这个资金要算 算到后面的价值 从前往后啊 从左往右 这叫做算终止 那么从后面 往前面去折啊 从右边往左边去算 这是算未来一定量的资金 折合成啊 前面某时点的价值的话 这叫算限值啊 所以也不纠结于 字的表面 说限值就是现在的价值 你得要看什么 是未来啊 折合成前面的时点 这是折现的过程啊 叫算限值 所以时间轴要绘画 方向要搞清楚 每个时间点的含义 要搞清楚 养成好习惯 只要做和资金时间价值 有关的题目的时候 你都在纸上画画时间轴啊 你不会数错格子的 凭空想的话 容易出错啊 好 现在呢 请同学暂停视频 自己来做一道练习 做完之后啊 请你再继续啊 我的讲解啊 好 这道题目说 某公司打算购买一处房产 开发商提了两个付款方案 方案一就是 现在一次性付75万 方案二是三年以后 再付给开发商85万 如果银行的贷款利率是5% 按年付利计息该如何付款呢 这道题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付只要付75万就行了 但是你现在没钱 你如果没钱的话 你如果想享受这个75万 想付这个75万 你就得到银行去贷款 那跟银行贷款的话 年利率是5% 那如果我现在跟银行啊 贷款贷个75万 我按照5%可以算一算 三年以后啊 假设呢 我三年以后才一次性还款 我要还银行多少 因为呢 这个付款方案也是 要么现在付 要么三年以后一次性付嘛 我跟银行贷款 也是现在贷75万 三年以后 我一次性还给银行 那第二个方案就是 我也不和银行贷款了 我就三年以后 给开发商85万 这就好像是我 现在和开发商借了一笔钱嘛 然后我三年以后 还给开发商85万 于是呢 我就得比 我是跟银行借款划算呢 还是跟开发商 这个借钱划算呢 应该如何付款呢 另外这道题 零时点是75 三年以后呢 是85 它不在一个时间点上 不能比 所以货币时间价值的作用 就是不同时间点的资金 折合到同一时间点上 使其具有可比性 所以呢 这道题 同学 你刚才用几种方法 做的呀 所以这道题 是有两种做法的哈 第一种方法是比中值 啊 中值 我现在跟银行 按5%借个75万 啊 按年 复利 按年计息 但是三年以后 一次性还款的 本利盒 是多少呢 也就是75 乘以 一加5%的三次方 啊 是86.82 哎 还银行的钱 是大于还给 开发商的钱的 啊 说明跟银行借钱是 不划算的啊 那么说明呢 第二个方案 还是跟开发商划算 跟开发商三年以后 只要给他85万就好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比限制 啊 如果假设就是跟开发商借了 这85万 啊 或者说假设我就 将来还银行85万的话 还银行85万 现在跟银行借多少呢 好 85乘以三年期的利率 为5%的复利限制系数 85除以一加5%的三次方 也就是三年以后 如果不是还开发商 我是还给银行 只要还85万的话 那么我跟银行 现在是借多少钱呢 是啊 这个73.42 你借73.42 将来还85 但实际上 如果跟开发商的话 相当于 我现在不给钱 将来给85 现在是一次性付75万 啊 然后本金更高嘛 所以呢 73.42是小于 啊 75的 也就是将来还款的 这个三年后的85 啊 去折现 小于现在的75 现在的75 按35%算到三年以后 又大于三年以后的85万 啊 怎么比都是第二个方案更好 所以通过这道题呢 我们也能得出个结论 啊 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货币时间价值的作用 啊 就是把不同时点的资金 换算到同一时间点上 使其具有可比性 好 总结啊 货币时间价值的作用 刚才说 不同时点的资金 换算到同一时间点上 使其具有可比性 啊 在生活中 这种例子是随处可见的 啊 也有同学问我 也有邻居阿姨问我 说哎呀 现在啊 这这这是 一个同学 那个发给我的一张图片啊 啊 他说你看这个保险 呃 划不划算呀 说王小宝零岁的时候 头一万 呃 王小宝上大学的时候 18 19 20 21 这四年啊 然后每年能领 1612.8元 然后等到王小宝 22岁的时候 一次性能够领出来 1370 8.8元 呃 合计领取 20160 哎 你看将来领的钱 两万多 现在只要投一万 砸了一倍 啊 然后同学发投片 这划算不划算呢 所以我就说你翻了一倍 这本身就是把不同时间点的资金 你来直接做对比了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啊 那么 我们一万和将来的啊 连续四年 每年1612.8 然后这个18 19 20 21 以及第22这个时间点 有个1370 8.8 他们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啊 所以呢 我跟同学说我说你打开Excel 呃 在Excel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啊 数字都输进去 输进去以后呢 有内含利率的函数的哈 IR内含报酬率 然后呢 等于把这串现金流量 比如从A1到这个A23 如果A1当成0的话 那么22年就是要在第23个格子里了 你去算一下内含利率 3.37 啊 3.37的这个水平 那你就看了 所以我说呢 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那如果有的人说 我钱没有什么投资方向 然后我就是放在 呃 银行里放个火期 那3.37 这个年均利率 年化利率 那肯定是好的 那你不一样 你家有矿的 你们家的这个生意 投投资 随便年回报率 都在15%以上的话 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产品 所以呢 我说 我就跟同学说 我说你买保险 你要看看这保险的额外保障 如果你只是单纯从把它当成投资产品 算收益率的话 那往往它收益率也不会很高的 对吧 有的 有的这种保险的收益率 跟你活期存款利率也差不了多少 关键你要看额外的保障 所以看投资的话 那么用资金时间价值原理你去 可以进行一个比较 好 负利的中值和限值的计算 我们就学习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了解年金 看看年金的中值限值该如何计算 那年金的根据支付时间点的不同 分为普通预付地盐和永续四个年金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进行货币时间价值 计算的时候 也是分这四类来分别计算的 好 我们先来看看年金 年金是指间隔期相等的系列等额收付款项 我们通常用字母A 大写A来表示 比如说 直线法计题的折旧呀 比如说呢 间隔期固定金额又相等的啊 这个养老金的发放呀 还有分期支付的工程款呀 这些都属于是年金 那么从概念 从例如如果不好理解的话 那么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年金的特点 同学们只要把握住这三个特点 就知道什么是年金了 第一个叫收付同方向 连续十个月 每个月的20号 我都给你一千块 或者你给我一千块 要么都是流入 要么都是流出 不会说 这个十 这个十个一千块 有流入有流出 那它就不是年金了 一定是收付是同方向的 第二个呢 各期的金额都是相等的 我说连续十个月 我每个月20号 我都给你一千块 都是一千块 金额是相等的 另外呢 要注意的是间隔期是相等的 那这个间隔期 注意不一定是一年 我们在做练习学原理的时候呢 会说按年的 但年金可能间隔半年 或者间隔一个月 那么 起期的时间点啊 收付的时间点 也可以是任何时间点 不一定非是整数时间点啊 不一定非是 每年一月一号 或者每月的一月一号 你可以是 中间的一个任何时间点 只要等间隔就好了 比如说 每个月的20号 银行都要扣出我的啊 这个贷款 那我到银行贷款买房了 我用的是等本息的方式 就是每个月的还款额都是相等的 那每个月的20号 银行都会从我的账户上扣一个等额的资金 所以20它也不是1号 也不是30号 不是这个整数的期指时间点 啊 但是每个月的20号啊 这就是按月啊 做等间隔的 然后每个月呢 都是20号 20可以是当月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啊 所以年金呢 把握住这三个特点收付同方向 等金额等时间间隔就好了 那根据支付时间点的不同 啊 有普通预付地盐和永续年金 那普通年金 注意这个概念啊 是我加了的啊 我和教材上的表述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希望这个概念表述的更准确一点 那普通年金呢 是从现在开始 从零时点开始 每期期末收款付款的年金 从现在开始 每期期末收款付款的话 说明第一期的款项 一定是发生在一的 啊 第一期的 而预付年金 也叫继付年金 也叫先付年金 是从现在开始 每期期出发生的 那从现在开始的每期期出都有 第一期的期出不就是零时点吗 好 所以呢 预付年金的第一个A 一定是在零上面的 那定年年金是从第二 或第二期以后 才会收付的年金啊 一系列的A 它不可能第一个A在零上面啊 那叫预付年金 第一个A也不会在一上面 那叫普通年金啊 只有在二或二以后的啊 才叫定年年金 那永续年金是普通年金的特殊形式 也就是第一个A是在一上的 但是A的个数趋于无穷 我们称之为叫永续年金 这是普通年金的特殊形式啊 我们现在通过图来比一比 比一个啊 比如说啊 四期的普通年金 那就四个A 这四个A呢 分别发生在一二三四的上面啊 从现在开始 每期期末发生的一系列 等额收付的款项 同期的预付年金 还是四期的预付年金 这四个A 和同期普通年金的区别在于 整体前移一年啊 四个A像四个小娃娃一样 抱起来往前面挪一个位置啊 这就是预付年金了 所以呢 预付年金这里有句话 它和同期的普通年金的区别在于 是整体前移一年的 很关键的一句话 这句话决定了预付年金 我们求中值 求限值的方法 好 那定颜年金也是四个A 也是一个四期的年金 但是这四个A 不是发生在零一二三的 零一二三的叫预付年金 也不是发生在一二三四的 一二三四这叫普通年金 这四个A呢 发生在二三四五 三四五六 五六七八都可以 总之第一个A 不在零也不在一上面 这叫定颜年金 现在有一个定颜期 这个定颜期呢 是两年 好 接着永续年金 第一个A 就是发生在一十点的 但是A的个数是趋于无穷的 永远 起限下去 这叫永续年金 好 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 普通年金的 中值的计算 所有的资金时间价值 都是知三求四的 现在呢 我知道年金A 知道利率I 知道A的个数N 我来求求N个A的中值 用F来表示 我们来看这个图示 比如说这是一个四期的普通年金 四个A分别发生在一二三四 这四个时间点上 我要求普通年金的中值 就是要把这四个A啊 算算它在终点第四年的一个价值 四个A求中值 我不会啊 我刚学过的是复利中值 我会一笔钱一笔钱的求中值 我不会一下子一起求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求 第四年的A 本来就在四年末 没有经过时间运动 A就是A 不用求中值 三年末的A 运动到四年末 运动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三年末的A的 在四年末的中值 就是A乘以一加I 二年末的A 运动到四年末 运动了两年的时间 A乘以一加I的 二次方 一年末的这个A啊 到四年末 经历了三期 A乘以一加I的三次方 那你说年金中值 现在不就是啊 把这四个数字 相加的结果吗 所以根据这个规律啊 我们来看看 普通年金中值的计算 F表示中值 中值就等于 注意听我问你啊 A乘以一加I的零次方 的这个A 是发生在哪个时间点的呀 一加I的零次方 不就是一吗 那这个A是最后 这个时间点的啊 N这个时间点的啊 然后A乘以一加I的 一次方 那是倒数第一年啊 年末的这个A A乘以一加I的二次方 倒数第二年的A 求中值 依次类推 一直到最后 A乘以一加I的 N减一次方 这是第一期的那个A 算到N年末的中值 然后呢 我各期A分别求中值相加 就出来了年金中值计算的 基本表达式 好 接下来呢 会用到一个小学数学方法 就是等号的左边和右边 同时乘以一加I 等号的左边 一加I乘以F 等号的右边呢 每一项都乘以一加I 就有了A乘以一加I的一次方 二次方 一直到A乘以一加I的N次方 接下来你就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要用二式 减一式 就能把相等的部分 全部都约掉了 二式减一式等号的左边是 一加I乘以F 减去F 等号的右边呢 是A乘以一加I的N次方 然后减去A 好 我们把F拎出来整理一下 F就等于A乘以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是 一加I的N次方 减一除以I 这叫做年金终止系数 讲的是 一系列的一块钱 然后算到终点时 它的价值是多少 还是要求同学们 要把年金终止系数的公式 给我备会 这还要备这么复杂 不复杂 一加上I的N次方 减一除以I 你可以自己写一下 这是一元年金终止系数 同样我们可以用括号的方式 来表示 括号表示系数 所有的资金时间价值问题 都是知三求四的 一条斜线后面 表示三个已知的 已知年金A 知道利率I 知道年金的个数N 然后来求N个A的终止 F是多少 当然这个东西也可以查表 同学们也可以查查书 后面的副表三 一元年金终止系数表 那同样呢 我要求你背公式 背了公式更主动一些 比如说现在 有十个一块钱 利率是3.5% 这十个一块钱 相当于十年末的 一笔资金是多少钱呢 那我拿计算器 可以算的 算的时候 列式子 怎么列的呀 一一加上 3.5%的十字方 减一除以3.5% 也就是一一加上 I的N次方 减一 除以I 那1.035的十字方 减一 在计算器上 你先按个等号 先按个等号 然后再除以 0.035 有同学不按等号 直接除的话 那相当于是 一加上 3.5%的十字方 减去3.5%的 就不对了 所以用计算器 计算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背汇公式 可以自己用计算器 来算系数 另外呢 从刚才这个系数当中呢 同学们也能看得出来 你说这和同期的 复利中值系数 是什么关系 你看一加I的N次方 是不是N7的利率为I的 复利中值系数呀 所以呢 年金中值系数 就是同期同利率的 复利中值系数 减一 再除以I 这个地方就是 一加I的N次方嘛 这是同期同利率的 复利中值系数 减一除I 叫做普通年金的 中值系数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啊 说小王呢 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人 他从15年12月开始 12月底开始啊 每年向一个失学儿童捐款 小王向这位失学儿童 每年捐1000元 帮助他从一年级 读完9年义务教育 假如呢 每年定期存款利率 都是2% 那么小王连续9年 每年年末捐1000元 相当于在2023年年底 就是9年以后 一次性捐多少钱呢 1000乘以 中国号里面这个东西是 97的利率为2%的 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也叫年金中值系数 计算 那计算器可以算 9754.6 我们也可以1000乘以 查表啊 97利率为2%的 年金中值系数 要倒着念 要会念啊 叫年金中值系数 查查表 9.7546 计算结果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个货币时间价值 就跟年金有关的啊 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 叫做年长债基金计算 年长债基金啊 是以之中值F来求年金A的 为什么叫长债基金呢 说的是啊 将来某一时点 要清偿某笔债务 这是一笔钱啊 将来某个时点还一笔钱 我就怕我将来一下 拿不出那么多钱 所以我设立了一个基金 我就分期等额的往里面存 分期等额往里面存 正好到了还钱 那个时间取出来 就是要求的那个还款额 所以就是知道中值来求 你比如说我十年以后要还十万 你是不是每年存一万啊 不是 你每年存一万 十年以后取出来一定比十万多 第一年存的一万 经过了九年的本领盒 它是经过了这个九年的运动 本领盒是远超过一万的 就是越早存的钱 将来它的中值就越大嘛 都会产生利息的 所以我十年以后要还啊 这个十万 那前面每年存多少钱 刚刚好取出来是多少 这个最后要求的这个十万呢 啊 所以 现在已知中值要求年金了 那这个中值呢 就是将来要还的钱 我设立了一个基金啊 分期等额存款 将来正好还掉这笔钱 已知中值求年金的时候 是年金中值的逆运算啊 所以F乘以年金中值系数的导数 也就是F除以年金中值系数 然后把A求出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 年金中值系数的导数 叫常债基金系数啊 常债基金系数啊 表示知三求四的方法 就是斜线化在这儿 以知中值利率和期数来求年金A啊 好 我们看个例题六 某家长计划十年以后 一次性取个五十万啊 作为孩子的出国费用 假设银行存款利率 百分之五福利即息 那家长计划一年以后 一年末开始存钱 一年存一次啊 每次的存款额相同啊 一共要存十次 问你每期存多少钱呢 那中值是五十啊 分期等额的存款额 我们假设为A 我们可以啊 不用常债基金的系数 和公式去计算 按正常思维把表达式表达出来啊 刚才说分期等额 存的这个钱是A A乘以时期的利率为 百分之五的年金中值系数 就是十年以后的啊 年金中值五十万 好 系数查表十二点五七八 倒推出啊 分期等额的存款额 三点九八万元 也就是连续十年 每年年末存三点九八万 十年以后取出来呢 正好是五十万 好 结论啊 常债基金 是年金A 普通年金的中值是F A和F是互为益运算的 常债基金系数 和普通年金中值系数 是互为导数的 因为A和F互为益运算 因此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系数啊 那A是要乘以 一加I的 N次方减一 除以I等于F的 所以A乘以的这个系数 叫年金中值系数 F要除以这个系数 也就是乘以这个系数的倒数了 年金中值系数的倒数 叫常债基金系数 是以至F来求A的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题目啊 说某公司呀 设立一项常债基金 连续十年 每年年末存五百万 十年末以后 能取出来九千万 告诉我们一些系数 问你这个基金的收益率 是多少呢 好 同学们可以暂停呢 自己想想来做一做哈 解答过程就是 假设收益率为I 那500乘以17的 利率为不知道的 这个I的 年金中值系数 要等于九千 我们包含这个基金 收益率的 年金中值系数是18 那么根据 以至给的那几个系数 就去看一下啊 然后就发现 17.549比18小的 对应的利率是12 19.337比18大的 这个对的利率是14 所以呢 这个基金的收益率 应该是介于 12和14之间 究竟利率是多少呢 我们在零基础 先就班当中 也不会讲 差值法的 我们在基础班里面 会讲差值法的技术 要把这个I是多少 咱们也得求出来啊 是介于12到14之间的 一个数字啊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普通年金限制的计算 普通年金的限制呢 就是 以至年金A 来求求这一堆A 相当于零时点 现在的价值 是多少 一堆的A求限制 我不会 我只会求一个 因为我已经学过 负力限制的计算了 那我们不妨就 一个一个的来求啊 一年末的A 相当于零时点 多少钱呀 A乘以1加I的 负义次方 二年末的A 相当于零时点的 A乘以1加I的 负二次方 依次类推 我们把这四个数字 加起来 就是四个A的限制 好 表达是 P等于 A乘以1加I的 负义次方 这是一年末的 A的限制 再加上 二年末的A的限制 一直加到N年末的A的限制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术 你就会了 等号的左边和右边 同时乘以1加I 等号的左边 1加I乘以P 等号的右边 每一项都去乘以1加I 出现了这个表达式 然后呢 我们二式 减去一式 左边是P乘以1加I 减P 右边呢 把相同项都约掉了 A减去A乘以1加I的 负N字方 好 我们把P拎出来 P等于A乘以 乘的这个东西出现了 这叫年金限制系数 1减去1加I的 负N字方 除以I 同样要求同学们 这个系数公式 你得给我备会 算系数 更主动 我可以自己算系数 而且如果利率 不是整数的情况下 我都能够算出来 好 普通年金限制P 等于A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这个系数呢 我们也可以 表示为 知三求是四的方式 括号表系数 一条斜线 知道年金A 利率I 七数N 来求限制P 同样同学们 也可以去查表的 然后我说 你必须备会公式 然后出个题 用计算器来算一算 算的话 就一一减去 一一加上I 3.5%的 负十四方 再除以3.5% 你可以练一练 拿计算器 算一算 然后 也是要注意 按完等号 最后才要再除以3.5% 注意一下 计算的一个过程 那么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是一一减去同期同利率的 负利限制系数 然后再除以I 一减去一加I的 负N四方 除以I 要注意 同期同利率 负利限制系数 和年金限制系数 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看一下例题七 某投资项目 在2020年年初动工 假设当年投产 从投产之日起 每年能够得到 4万的收益 如果年利率是6% 那么未来10年的收益的限制 是多少呢 那就是未来有10个4万 这10个4万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那就4万乘以17的 利率为6%的年金限制系数 查表7.3601 你也可以用计算器自己算 也就是10个4万 如果利率是6%的话 那相当于 现在的限制是294404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这项投资 如果我现在投一笔钱 我要求利率是6% 然后未来每年能够得4万的话 那我现在投资额不能超过多少呢 我现在一次性投294404的时候 能够满足我6%的这个收益的要求 每年能够得4万 如果我现在的投资额 小于294404呢 每年也得4万的话 收益率就高于6%了 你现在投资额大于294404 将来也是每年得4万的话 收益率是达不到6%的 其实算未来收益的限制 也就是看这个项目目前的投资额是多少 然后来看看未来收益的限制和投资额做对比 看看是否值得投资 这也是货币时间价值的作用 好 接下来年资本回收额的计算 是已知限制P来返求年金A的 那P等于A乘以1减去1加i的负文字方除以2 那现在我呢已知P不知道A了 那我求A的话 那就A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或者呢 A等于A呢 我等于P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或者呢 P乘以年金限制系数的导数 所以年金限制系数的导数 我们称之为叫资本回收系数 也可以表示为知三求四的方法 一条斜线 已知限制P利率i七数N来求年金 好 我们看一下例题八 某企业呢 借得1000万的贷款 现在一次性得到1000万 未来10年 年利率12%要等额偿还 还款额每年都是相等的 那每年啊 我要还多少钱呢 那就是分析分析 所有的资金时间价值 都是知三求四的 我们知道限制P 知道七数N 知道利率 12%来求A 你可以按照正常思维去描述 那就A乘以17的利率为 12%的年金限制系数 要等于1000 反过来把A求出来 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时候也未必说 非要去背什么系数公式 资金时间价值 知三求四 根据提议描述 然后把不知道的求数来即可 好 我们现在看 例题九 某人于19年1月25日 准备按揭贷款买房 贷款金额是100万 年限10年 年利率6% 那月利率呢 是0.5% 我是从2月25号开始还款 一月还一次 一共要还120次 每期的还款额相同 那么来算算月还款额是多少呢 这是我们同学们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啊 可能我们就是带了100万 月利率就是0.5% 然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还127 那每期的分期等额还款额是多少呢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资金时间价值的原理 把基本的这个故事描述出来哈 A乘以127的利率为0.5%的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等于啊 因为你目前贷款贷了100万 所以跟同学们说 为什么要用计算器算系数呢 系数120你查表查不到 利率0.5%吧 它也不是整数的利率 所以你要会用计算器来算这个系数啊 11减去 11加0.5%的负的124方 再除以0.5%啊 计算出来系数是90.08 所以100除以90.08计算A 1.11万元啊 每个月存11100块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结论啊 资本回收额它是个年金 和普通年金限值 P是互为逆运算的 那我们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叫资本回收额呢 资本回收额就是我一次性投资P 然后我已知利率的情况下 每期至少收回多少钱 这个投资才是划算的 所以叫一次性投资和资本回收额 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资本回收系数和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是互为倒数的 那年金限制系数是知道A A乘以这个系数求P 那我们现在知道P了 然后我想要求资本回收额了 那不就P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或者叫乘以年金限制系数的倒数吗 那就是资本回收系数吗 所以系数和系数互为倒数 而A呀P呀 或者A和F呀 或者PFFP之间 这是应运算的一种关系 好了 现在呢 请同学们思考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 请你判断 说复利中值 复利限制互为应运算 是否正确呀 正确啊 一笔资金的中值F和这笔资金的限制P 那肯定是互为应运算的关系啊 正确 普通年金中值和普通年金限制互为应运算 是否正确呀 错了 年金中值F和年金A互为应运算 我可以以知这个A求F 也可以知道F反求A 那么你这个普通年金的限制P和年金是互为应运算的 我知道年金可以求限制P 也可以知道限制P来反求资本回收额 所以呢 二是错误的啊 普通年金中值F和普通年金限制P之间不是应运算关系 因为他们俩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表达式当中 第三个是我问同学的问题 我想设一个偿债基金 用于以后12个月每月末分期还款啊 我这个偿债基金设的不一样 我是我是怕以后 因为未来12个月每月月末都要还钱 我就怕忘了 我就一次性我就存一笔钱 我就放心了 反正每个月的月末银行自动扣就好了 所以我是这么设了个偿债基金 那么目前我一次性往银行里存的这个钱 我告诉你了 你能算算我每个月的还款额是多少吗 然后我要求我的要求是 请问最方便的一个系数是哪一个 我用哪个系数最方便呀 于是呢有同学啊 不加思索的告诉我 偿债基金系数 所以我说不要从字面上去找系数 我们要分析一下 所有的资金时间价值啊 都是知三求四的 现在知道什么 我现在就设了个偿债基金 用于以后分期等额去偿还接款 现在设的偿债基金是P 然后12系数也有了 那肯定以致利率 问你还款额是求A 以致P求A用的是什么 资本回收系数 资本回收系数 所以不要被系数的名称 锁干扰 每道题目 每个场景 每个故事 请你分析知三求四 知道什么 求什么 来选择合适的系数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负利中值 负利限值 互为应运算 负利中值系数和负利限值系数 是互为倒数的 接着 常债基金和普通年金中值 互为应运算 也就是常债基金是表现为A的 和F互为应运算 常债基金系数和普通年金中值系数 互为倒数 资本回收额表现为A的形式 和普通年金的限值互为应运算 也就是一笔钱的 这个限值是一笔知道了 然后我来看分期等额回收额 也就是资本回收额 它们之间是一个应运算 是知道P求A 知道A求P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资本回收系数和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是互为倒数的